在下午最新的路徑圖 預估在6號 也就是週三之前 整個路徑還比較穩定 是朝西北方向移動 所以到週六 6號也就是週三的時候 它的速度會緩下來 預估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偏轉 在這段時間 預估未來可能還是有偏北 或是偏西 甚至有點偏西南的方向轉動 但是在機率上 目前預估是以偏西的方向 機率是最高的 也就是經過菲律賓附近 前往巴士海峽到南海一帶 這個路徑目前是 預估機率是最高的 那也是在週五之後 一直到週末假期 是距離台灣最接近的時候 那是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可能還是會有些 間接的影響情形 特別留意還是在週五之後 因為週五之後 一直到週末 可能會受到 這個颱風的外圍雲系 一些間接的影響 主要留意還是在迎風面地區 環境是吹偏東北風 配合比較多的水氣 在桃園以北跟東半部 可能會有一些 局部大雨出現的情形 特別也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熱北山區及 宜蘭花蓮 雨勢是比較明顯一些 要特別留意 不過整體的雨勢 它這個降雨的強度 還有降雨持續時間 都還是要受到 這個颱風的路徑 颱風強度 甚至有無配合 東北季風的影響而定 所以其實與之上 還是會有些變化 所以其實與之上 還是會有些變化 還不及的 既然有些變化